接着我们就说一下 再说一下关于PPI上升 PPI大幅上涨的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整个宏观面 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整个的涉容开始迅速的拐头 进入加速下行的一个阶段 背后也就意味着总需求 也就是市场的需求 市场的这种内需 内生动力还在变弱 需求在转弱 同时PPI还在大幅上涨 就是那些中上游的那些大型企业受益 钢铁 煤炭 水泥 电解铝 铜 是吧 原油都还在高位 而且有的还在上涨 那这样一来会发生什么呢 就会导致中下游的企业受到双重挤压 对吧 它在这个需求端 需求不旺 需求不振 随着涉容的拐头 整个经济活动开始减缓 需求开始受到削弱 那在它的原材料成本这一段 又不断的上涨 挤压它的利润 挤压它的生存空间 所以这么一个内外夹击 就导致中下游的企业 就受到非常严重的挤压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 我们经常说通胀 就是这种通胀 其实更多的体现在原材料端 成本端 而不是体现在消费中端 因为在消费中端 居民手里面还是没钱 财富分配的问题 两极分化的问题 居民的手里面的钱并不多 所以消费并不旺盛 但是上游的原材料 因为供给的收缩 以及供给和需求的错配 我之前给大家解释过 每次经济下行也好 疫情冲击也好 等等的原因 都会杀掉一批 在周期伪生的一些中小企业 或者一些脆弱的企业 直接就削出去了 比如说我们说1415年 当时的供给侧改革之前 周期行业大面积的亏损 很多比如东北特钢 一些乱七八八的企业 就被踢出去了 然后等迎来需求复苏的时候 其实供给已经收缩了 所以这里面就有错配 这一次也是一样 因为受疫情的影响 当时在疫情阶段的时候 有些企业没扛过去 它有些供给 就被永久的踢出去 这个市场就被削掉了 同时供给的恢复也不均衡 全球各国之间 恢复的各方面也不均衡 所以说就导致供给和需求 有错配 有很强的错配 所以只要需求一恢复 供给之前有收缩 所以价格就开始飞标 对吧 标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幅度 之后随着需求的转弱 逐渐的供给 原材料的价格 无法进行有效的传导 然后慢慢的这些大宗商品 才又会降下来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这次也是一样 只不过这次就是更凶猛 然后更残酷 对吧 这个PPI从去年的4月5月 负的3.7% 一路现在已经飙升到6.8了 刚才我讲错了 不是6.1 是6.8 已经到6.8了 整个你看这个差值达到10个百分点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百分点 然后CPI还是趴在地上不动 对吧 CPI趴在地上基本动不了 基本就是零啊 零柔附近这个水平 所以说 你就可以看到啊 可以 你就可以看到这种 这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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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宗的这种上涨 这种 对中下游的挤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几次啊 几次这个 CPI和CPI的这种 这种相关性 相关性 就是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02年啊 到07年啊 当时的经济是非常好的 对吧 那种通胀是什么 是需求引领下的通胀 是因为需求非常好 对吧 供给呢 跟不上啊 供给跟不上 然后产能不停的在扩张啊 想跟上这个需求啊 需求已经是需求掀起来 而后呢 供给再跟上 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说你就会看到 CPI和PPI的这个同步性啊 非常好 对吧 两个都是一起上升的 对吧 CPI上升 PPI也上升 因为这是一种真正的 比较健康的需求引领下的通货膨胀 啊 是比较健康的 然后第二次呢 这个是在08年以后啊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呢 随着这个4万亿的出台 对吧 那个时候经济呢 也还是相对健康的 对吧 这个4万亿出来以后呢 经济开始恢复啊 全球经济都恢复 然后CPI往上走 从事呢 PPI也迅速往上走 你可以看到 基本的也是相对同步的 对吧 CPI到了高点了 PPI也到了高点 对吧 但是这两轮完了以后啊 到了第三次 也就是2015年那一次啊 以及这一次啊 那就开始发生背离了 那就不是 不是那种啊 就CPI PPI一起往上走 一起往下走了 你发现没有 这个PPI 在这个15年 到了1415年以后啊 这个和P 和这个CPI的背离 是非常明显的 对吧 这个CPI稳的就跟 这个像一条虫子一样 对吧 就是这个趴在那一动不动啊 基本是比较平的 除了这个当时 因为这个1819年那会儿啊 因为这个非洲猪瘟啊 所以这个猪肉价格狂涨啊 所以有看上去一个波动 实际上你要把猪肉价格 踢出以后 你会发现 CPI啊 基本就是这个15年14年以后啊 基本就是走平的啊 基本就是横的一条线 它不像PPI 你看大幅波动 对吧 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就是这种波动这么大 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什么 就是在15年以后啊 这个那一波的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后啊 这个PPI 大家可以看到 从负的5%是吧 最高到了9%甚至10%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上升啊 但是但是CPI你会发现 已经不跟了啊 这个CPI已经不跟了啊 它俩已经不是说像前两轮一样啊 同上同下这种感觉 尤其是这个同上的时候啊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因为 这个PPI的传导啊 到了这个供给侧改革那一轮也好 这次疫情也也好 它更多的受什么 它更多的受人为的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这个 环保限产啊 对吧 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啊 这个碳达峰碳中和啊 这些种种因素的影响 以及呢 刚才我前面给大家讲了 就是因为这个错配 就是每一次这个经济衰退的末期啊 总有一些产能和供给啊 被淘汰出去 被踢出去了 所以呢 那剩下的就胜者为王了 对不对 剩下来就能享受到这种价格的上涨啊 享受到这种供给收缩以后的这种福利啊 一种价格上涨的福利 所以说 所以说你就会看到这个PPI啊 往往就波动 就是波动比较大 这两轮啊 但是CPI呢 就是就是稳如狗啊 就是稳如狗 就是不动啊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在15年以后啊 这个这个这个终端需求啊 就是你的这种货币刺激也好 这个效果呢 对需求端的拉动啊 很普通 很一般啊 尤其是在这种居民的这个必须消费品上的拉动啊 它是比较一般的啊 就没有特别强的了 它的拉动体现在哪呢 它的拉动更多的体现在资产价格啊 比如说房子的暴涨啊 股票的暴涨啊 这个债券的价格的上涨啊 或者说是这个艺术品的上涨啊 这个虚拟货币价格的上涨 等等这些投机投资产品啊 体现在这些方面的 而不是体现在这个CPI啊为主的那些刚需啊 那些那些必须消费品啊 那也必须消费品上 所以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呃 这个1415年以后啊 他就这个CPI基本就走平了啊 他跟PPI的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这个PPI呢 上涨下跳的对吧 然后这个这个 但是CPI呢 基本是走平的 就通货膨胀这个是这个是走平的 但这个会产生一个什么后果呢 这个就会产生每一次啊 就是比如说 这个像15年这一次啊 或者是疫情以后的咱们这一次啊 就每一次这种 PPI和CPI的这种大幅背离啊 尤其是PPI的这种狂涨 然后CPI又不动会导致什么 就会导致这中小中小民营企业的巨大的挤压 巨大的挤压 所以你会发现呢 从1516年以后 很多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 他就会啊 这个喊这个喊困难是吧 就是经营比较困难 各种压力啊 各种的这种 各种这种市场的这种情况啊 就是存活比较艰难啊 既受上游这个原材料成本的上涨的挤压 同时呢 又受这个下游中端消费不振的这种挤压 两头挤压 所以这次也是一样 PPI呢 这个价格啊 涨得非常猛 但是CPI呢 还在这个零轴附近盘缓 所以说 这就是啊 这就是给大家 这个回顾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就四次啊 这个PPI和CPI之间的这种 这种运行的这种轨迹 前两次还是比较健康的啊 基本是需求引领型的通货膨胀 有需求啊 需求好 带动价格指数上升啊 然后PPI也上升 非常健康 02年到07年的一次 还有这个08年到10年啊 那一次基本还是比较健康 然后到了15年和15年 这个供给测极构性改革 还有到了这次疫情啊 你就发 你就会发现啊 这个CPI和PPI 已经不跟着一起走了 两个人呢 已经有点背道而驰了 对吧 各走各的路 这种感觉 原因我刚才讲了 对吧 有这种很多人为的因素啊 也有这个 这个供给被削减啊 这个供需错配的因素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先到这里 感激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